因為一帶一雙的眼睛 其實是比較少見 有的時候一帶一雙 它的那個雙眼皮也不是很明顯 所以我們通常是會遇到說 兩邊都要一起做 加強雙眼皮的折痕 但是如果說你對你那邊的雙眼皮 是非常滿意的話 只堅持要動一邊的單眼皮 費用的話 大家好 我是雅峰診所陽光偉醫師 今天要講的是 台灣最熱門也最常見的整形手術 雙眼皮手術 是的沒錯 因為雙眼皮是我們人體中 皮膚最薄的一個區域 在那麼薄的一個皮膚 你長時間給它貼這個雙眼皮貼 跟雙眼皮膠 就會造成說皮膚它可能彈性 會受到影響 人每天都要眨眼很多次 所以長期下來就造成 眼皮的鬆弛跟下垂 因為眼皮很薄 所以你一整天這樣貼著這個雙眼皮貼 有時候會產生一些皮膚過敏 跟發炎紅腫的情況 我們人每天都要睜眼非常多次 隨著每次的睜眼 都有可能拉扯到這個 縫雙眼皮的縫線 久而久之 這個縫線就有可能被拉出原本的位置 或者是縫線的那個結漸漸的鬆脫 當縫線鬆脫之後 雙眼皮的皺褶 就會變得比較不明顯 或者是消失了 以比例來說 縫雙眼皮它縫線脫落的一個機會 一年大概是10-20%左右 過了一年大概是30% 不過雖然說縫雙眼皮 縫線脫落的機率感覺很高 縫雙眼皮還是有它很大的一些優點 包含這個 恢復其低自然 縫雙眼皮跟割雙眼皮要怎麼選擇 是依據每個人的條件 有些人它皮膚比較薄 或比較年輕 我們通常是會建議縫雙眼皮 或者是選擇一些縫雙眼皮 比較堅固牢靠的手法 這樣就可以降低 雙眼皮縫線脫落的一個機會 東方人的話 常常眼頭的部分會有膨骨折 就是說眼頭的部分有多一片皮 所以我有時候要讓雙眼皮 更開放式 更明顯 更深邃 就要合併開眼頭手術 所以說那邊的張力是最大的 做完開眼頭手術 會有拔痕 所以在照顧上就要特別注意 可能就是術後的一到三個月以上 都可以使用這個 除疤凝膠 除疤膏 來做疤痕的一些照顧 隨著時間眼頭疤痕 可能會逐漸淡化 甚至越來越不明顯 那如果還是有點明顯的話 就可以之後等到疤痕穩定 可以打雷射 或者是打一些除疤針 讓疤痕淡化 因為一帶一雙的眼睛 其實是比較少見 有的時候一帶一雙 它的那個雙眼皮 也不是很明顯 所以我們通常是會遇到說 兩邊都要一起做 加強雙眼皮的折痕 但是如果說你對你那邊的雙眼皮 是非常滿意的話 只堅持要動一邊的單眼皮 那我們當然也是可以只做一邊 費用的話 看各個診所各個醫師而定 基本上是差不多一半左右 眼睛有沒有神的一個關鍵點 在於體驗剪肌 我們將體驗剪肌比喻成這個窗戶 雙眼皮的眼皮 我們把它比喻成這個捲簾好了 所以當你眼睛睜開的時候 雙眼皮是因為這個捲簾跟窗戶是有連結 所以你眼睛睜開的時候 自然就形成雙眼皮的皺褶 體驗剪肌無力是怎樣的一個狀況呢 當你窗戶 有點打不開的情況 就是體驗剪肌無力的情況 所以體驗剪肌無力 也就是眼睛睜開的力量不夠 等於說這個眼睛張不開 眼睛無神 總判斷說有沒有 體驗剪肌無力的問題呢 可以請大家在家裡自我檢測 大家看著鏡子的時候 眼皮放鬆 眉頭放鬆 平視的這個鏡子 觀察自己的黑眼珠 有沒有被這個眼皮遮蔽住 如果你的黑眼珠 有被眼皮遮蔽住 超過三分之一 就可能有輕微的 體驗剪肌問題 所以這時候就要趕快 尋求專業的醫師去做診斷 所以說眼睛有沒有神 並不是說 鑽眼皮的摺痕 越寬越有神 而是這個黑眼珠露出了一個比例 跟你雙眼皮的寬度 形成一個均衡 漂亮的一個狀況 才能達到眼睛有神喔 雙眼皮剛剛講過 就是人體中皮膚最薄的一個地方 所以只要有一點刺激 就有可能會變腫 所以做完 眼皮一定會很腫 縫雙眼皮的話 它恢復起比較快 大概可以抓個一個禮拜左右 前三天是最腫的 一個禮拜之後會逐漸消腫 到一個月之後就會相對很自然 所以初期是一定會有一點 肉條的感覺 隨著時間會慢慢消腫 越來越自然 割雙眼皮就比較久一點 割雙眼皮我們有時候會 抓到一到三個月 讓它眼皮去做消腫 恢復自然 會逐漸穩定 一般來說這種情況 算是比較少見 但是如果說是輕微的一些 眼睛沖血 或者是睫毛下出血 那也是還好 所以不用太擔心 有可能是術中太緊張 導致說這個小血管破裂 或者是血壓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造成說這個睫毛下出血 通常做的事都是觀察 然後點眼藥水 大概的情況 都是一到兩週就會消失 如果說有持續的 反覆的睫毛下出血 甚至有點影響到視力的話 那就要趕快回診做檢查喔 其實一般割雙眼皮 多少都會有一點影響 原因是因為割雙眼皮之後 你眼皮的形態改變 所以多少會有一點影響到 你淚水的分布 那你淚水影響到 就會造成說有一點乾眼的狀況 大部分都是可以利用這個點眼藥水 來讓眼睛濕潤 然後等到過了一陣子 你眼皮穩定 你習慣了 乾眼的問題就會比較改善 還沒有改善 就是建議要找這個醫師去做求診 看說是哪邊比較有問題 有些醫師他會在術後 眼皮穩定之後 會給予這個採沖光治療 採沖光的原理是光熱的原理 可以讓這個眼皮的血循變好 腺體分泌恢復正常 進而改善這個乾眼的問題 其實是要看醫美的項目 是做在臉上的哪個部位 如果說是眼皮附近的話 那我們建議說 至少要等這個 酸眼皮的傷口愈合 還有穩定再去處理 像是眼周鳳凰電波 那就是一定要等到傷口愈合 移到三個月之後 穩定之後我們才去做 但是如果是臉上的其他部位 或是身體的其他部位 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像是很多人也會同時做 這個酸眼皮跟合併眼袋手術 這兩個部位其實是沒有影響 不過做完之後 術後的瘀青跟腫脹 可能會比原本還來得更久一點 這點就要特別注意 一般重修手術 我們會抓說在第一次手術的 三到六個月之後 下去做重修 主要是要等它完全消腫 另外就是要等這個 八痕組織完全軟化 像我們在手術的過程中 才能夠開刀順利 找到真正的問題是出在哪 另外的話 它縫跟割也是會有差別的 縫雙眼皮它是可以比較輕鬆去做重修 割的話 因為有可能會造成八痕沾黏 以及這個皮膚跟軟組織到底 割了多少 夠不夠我們下次重修做使用 另外的話 這個眼皮 不滿意的原因到底是哪裡 有可能是我剛剛前述講的 體驗剪輯其實是無力的 然後你雙眼皮割得太寬 所以你眼睛一直造成無省的狀況 這些原因我們去了解以後 我們才擬定說重修的計畫 一般而言 蒜眼皮其實是可以重修蠻多次的 只要眼皮的皮膚夠 再加上它的這個眼皮的軟組織 也保留的夠完整 不要切過度 一般都是可以重修的 模擬顧名思義就是給你一個 可能會有的一個樣子 但是不能保證說是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你眼睛是動態的 做出來你的那個樣子跟模擬的話 也會有所不一樣 每個人的眼型 雙眼皮的寬度 還有對於自我這個容貌的追求認知 有的時候就是要跟醫師互相討論協調 另外的話 每個人臉型適合怎樣的雙眼皮也不一樣 有可能說你就是要外國人那麼寬的雙眼皮 但是這個雙眼皮不一定適合你 所以你可能要去諮詢很多醫師 然後去討論 去確定說這個醫師他做的雙眼皮的樣子 是你喜歡的 這樣才能達到說這個最好的結果 沒有說是一個最好的雙眼皮 只有一個最適合你的雙眼皮 大家好 我是整型外科陽光衛醫師 要講這什麼 今天要來講的是 台灣最熱門的手術 雙眼皮手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